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汪姿运心底 今天要教你们的东西 它叫做凤梨奇异果奶昔 手边有食谱书的朋友可以翻到第16页喔 还记得之前学过的自制无糖杏仁奶吗 今天用它120cc 那食材部分我们准备了很多食材对不对 那这边有凤梨150克 小黄瓜1分1跟奇异果2颗 青苹果1分1个 那绿葡萄100克左右 那把它们这些水果 这些好东西全部加进去 好 那最后啊再放我们6-7颗冰块就OK了 等一下要使用2号的冰沙功能键喔 好 我们的健康出果汁就完成了 记得这杯凤梨奇异果奶昔里面有什么 它有很多的水果 那青菜部分它也有 等一下我们放了小黄瓜 而且不要忘记我们放了最健康的杏仁奶 杏仁奶还可以帮我们补充 就是每日的坚果所需量喔 那这一杯凤梨奇异果奶昔当中 它可以补充你一天所需要的维生助悉 那今天的信息就到这边 拜拜 拜拜